各位观众朋友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低温的感觉 确实慢慢开始变凉了一些 而且现在整体来说呢 会觉得早上起来感觉雾雾的 雾气很重 怎么回事呢 因为气温开始要降了 甚至在白天你都会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回温状况哦 所以我们接下来带各位来关心到的 接下来的天气状况 冷到底会多冷呢 我们现在看到卫星云图的部分呢 现在整体来说呢 虽然云层量你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到那么的厚 但是整体来说呢 雾忙忙的再加上说呢 现在整体来说 风场已经转为东北风了 东北风一进来代表什么 迎风面地区开始会有一些 降雨的状况出现了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呢 现在持续的从昨天晚上开始 寒流南下呢 就会在今天明天这两天 受到寒流很明显很直接的影响 尤其是北台湾的温度呢 会降到大概只有11到13度 中部的部分呢 14 15到南部高平地区 花冬大概17 18度 甚至是越晚温度还会越低 在入夜之后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 嘉义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呢 整个的低温可能会掉到 只有7度 8度 南部地区台南还有花莲 大概剩9到10度 那么高平地区呢 好一点点 大概是北部白天的温度 11到13度 那尤其要注意的是沿海的空冠阳地区 还有近山区的平地呢 还会再更低一些 所以大家务必要做好保暖工作 因为这个温度掉到只剩个位数了 好我们来看到低温特报的部分 哪些线是要特别注意的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部分 这些呢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气温分布呢 北台湾温度特别低 那么南台湾的好一点 所以呢越往南走 当然气温会越高一些 但是整体来说你看到了 只有呢高雄跟屏东 不在这个低温特报的范围 几乎是这样子了 好我们就来看到地面天气图的部分 接下来的天气变化 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冷高压寒流下来之后呢 这个封面哪在昨天呢已经通过了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持续的是 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之下呢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风场特别明显带来的雨势呢 稍微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尤其是呢这两天 刚刚讲到温度低嘛 那么有没有人要去追雪的呢 包含的是呢 在北部地区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或是中南部地区呢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有降雨几率 会降雪的几率的 那其他各地呢 哪些地方可能会降雨呢 我们就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了 水汽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湾呢 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呢 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的 刚刚讲到了嘛 转东北风的风场之后呢 迎封面尤其是比较容易出现降雨几率的 那么中部山区呢 也有可能出现一些零星降雨 但不会到太多 其他地区呢 是多半的都是多云到齐 那即便到了晚上之后呢 这个雨区分布范围缩小一点 但是呢地点是差不多的 那接下来的天气变化 我们现在关心到的是 包含了在这几天来说呢 今天跟明天温度特别低 因为我们持续要受到寒流的影响 所以白天是比较冷的 那么呢 低温的部分呢 刚刚讲到有可能会降 到只剩个位数要特别注意 天杂衣物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到周五我们是有短暂的一个空档 白天呢气温回升 因为随着寒流减弱之后 各地大概都是多云到勤的好天气 只有东半部地区呢 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出现 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变化 从初六到初八 这是第二波的冷空气 要来报道了 这波会是强烈大陆冷气团 那么一直要到周一之后 下周一之后呢 才会比较减弱一些 所以其他地方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两天啊 尤其是特别冷 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